對所以這地方的話請各位務必先把它做一個 這個先複製一個 然後複製之後的話接下來我們可以用 產生一個聚齊 聚齊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先我先把這個先 先把舊的專案先關掉 這個地方我先把 問題15先關一下 那如果關 儲存一下 好那再來的話就是在這個地方 那我這個已經有先預先先做好一個 一個一個程式 那我們來看一下基本上大概有 幾下 哪些重點我們稍微提一下 我想這個因為前面有練習過類似的 所以呢我們就大概講一下 就第一個的話我要先判斷什麼 判斷我的列 在哪列 所以基本上呢 我們可以用什麼方式來判斷的範圍 基本上可以用 我要知道說從第幾列 第3列開始 到第幾列結束 3到 這個數字我不知道 所以我可以用什麼 Raw.A3 往下去找 找到最後面這個是哪一列 對不對 就回床就有17 那Y的話就是 也是用A3 然後And 前面講這個比較沒有用過 點什麼呢 剛剛是點Raw 是列 然後點Column 是哪一 藍 對不對 所以呢我有藍跟列之後的話 我就知道範圍 那我習慣先